如果你不要用安裝的 其實它也有雲端教室的版本 那這個地方其實我們之前 老師在這個防疫期間如果有做遠距遠跌 你就發現進Google Meet 老師剛開始會被同學踢出來 因為他本來是開會用的 沒有人那麼大膽敢把老闆踢出來 對不對 但是學生就敢 所以後來Google Meet就改權限 他就一直修改一直修改 那所以在這個MyViewBoard裡面 他一定要老師先進教室 同學才可以進教室 老師離開教室 大家就通通都離開 這樣才不會亂來 所以 我先進教室一下 剛剛我們是有進到雲端 你只要有註冊了這個雲端的 帳號之後 您就有雲端教室 你看這裡有兩個 有沒有一個叫雲端教室 一個數位教室 一個叫數位白板 不過數位白板的功能基本上現在就不用了 主要他後來會留下來就是這個叫做數位教室 那我先進去 你們待會才可以進去 好點進來 那您看一下 因為他在這個數位教室裡面 有分組的功能 那一樣有白板功能 重點是 老師還可以控制 同學 什麼時機 可以使用白板 也可以分組討論 也可以分組討論 好 我現在已經確認 我已經進來了 那麼我現在呢 就麻煩大家 您進到我們簡報40頁 簡報40頁 有沒有一個網址 對不對 一樣 好 但是老師要注意一下 我上面簡報40頁有特別提到 除了老師要先登錄教室以外 還要怎麼樣 瀏覽器你不要用IE 不要用Edge的舊版 就是用Clone或那個火鍋 都可以 就是 你要嘛不然就是用微軟最新的Edge 大家進來的時候一樣就是先輸入一個名稱 你就會進到我們的教室 只是呢 你預設進來的時候 怎麼樣 沒有 白板的權限 因為老師還沒有開放 有沒有發現你進去之後會像我這個畫面一樣 就是一個空空的位 好那我來看一下多少老師 進來 喔 有好多老師進來了 你看我打開之後 有沒有看到總共五位同學進來了 對不對 在這邊我就可以看到哪些同學已經進到裡面來 好現在呢 有八位同學已經進到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老師先來上課囉 所以你看 你有沒有感覺這個工具看起來都好像 有齁 那如果老師的教材要怎麼進來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PDF嗎 我比較建議在 數位教室這邊你用PDF 就是比如說你是PPT 你就把它轉成PDF再調進來就好 好那我從這邊 你看用這個打開嘛 匯入對不對 一樣是不是這個白板 你們的還不能動 因為你們是學生 尊重老師的權限 有沒有 老師說我要上課了 那我就告訴他我的檔案放在 硬碟裡面 匯入 好 那個PDF 好這裡 叫進來 我叫進來的 你們就會看到 有沒有看到 還沒對不對 因為他還在等我選 全部匯進來 我剛剛有多少頁 這裡面就有多少頁 好匯進百分百的 那你覺得你們在那裡 可不可以看到老師的畫面 可以喔 只是我現在畫面沒有開而已 待會我再把它打開好了 我先讓他匯進去 所以如果在遠距的時候 這樣可不可以上課 可以啊 因為教材已經進去啦 那我現在 因為第一頁的話 是空白的啦 你看我現在切過去 你有沒有發現 我在切的時候 你們也同步再換 這樣同學會比較認真一點嗎 不一定對不對 對 不一定 對 所以我就要 跟同學講 那個 你看到什麼的 請注意 有沒有 沒有 不專心 按一下 這樣 同學就會再回來一下 那個名詞可以改啦 不一定要用注意啦 你可以寫同學請小心一點 開玩笑 進來這邊之後 你有沒有感覺這個介面跟我們在電腦版的 是不是一樣 所以老師有沒有發現你的使用經驗可以移植到這裡來 當然功能沒有完全都一樣 有些是這邊有的 有些是那邊才有 好那一樣的我點到他 就可以來這邊 是一樣可以做筆記 如果老師需要AI筆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AI筆 點下去 都跟我們白板那邊一樣喔 你如果在這裡畫 他就知道你畫的是笑臉 你就可以拿出來了 這樣就不會一笑大方 對不對 一樣可以拿出來 這個 這樣就沒問題了 那當然還原也都可以 好那我現在呢 想要麻煩 各位同學喔 我們老師要開放 大家一起來 使用這個白板的 可以 還是我一個一個開放就好了 老師可以指定喔 我要全部開放還是 就是單一個 你看這裡 在這邊 這是老師來 看一下 有沒有 前面這裡有沒有一支筆 這個筆就是我去 選擇 要開放哪一個人可以用 所以如果說 同學有問題 可不可以舉手 你看一下你們的 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舉手 應該是在這裡 你們這個位置可以按嗎 不行喔 他好像沒有秀出來 正常來講這邊應該是會有一個那個手 所以如果同學有問題的話可以按一下 那老師這邊就會看到他有舉手 沒關係 不行 沒關係 我先全部開放一下 讓同學都能夠寫 好 你們現在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你現在白板可以用了 有沒有發現可以亮了 來你來寫看看吧 喔好幾個同學已經幫我們寫出來了喔 好很好很好 那 你知道 一定有同學會來亂 你把別人的底話插看看 看能不能插掉 這樣知道有防貸機制了嗎 你只能插自己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不能插別人的 那老師可不可以插別人呢 當然可以嘛 好來我們看一下 看看 這麼快同學都自己收起來了 不等老師來清理 有沒有感覺這樣我可以共用白板 這樣是不是也不錯 好終於找到有位同學來亂的 來 這個 我就 框起來 有沒有 這位同學 這個 你來亂的 散掉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不會打擾到的 你看我們 買那個 Google Meet 或 Zoom 也有白板 可是 就是會有同學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拿來當 教學用的 他是來開會用的 開會用的時候 不會有那麼白目 把校長的東西弄掉 但是教室就會 所以 在這邊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OK 那我們現在這頁講完了 好同學我們就往下一頁移動 來你看 我往下一頁移動 好進到下一頁了 你有沒有發現 你們全線自動就收起來了 因為每一頁都是獨立的權限 好現在因為老師要認真講課了 那如果說 我要給各位看一段YouTube影片 老師有沒有記得 之前防疫的時候 老師要給同學看影片講說這樣比較輕鬆 結果才發現踢到石頭 因為一撥下去之後同學說 老師 好卡 對不對 撥不動啊 那怎麼辦 我們試看看 我們在這邊 我就建一個 YouTube的 這個 來我們到這裡 有沒有YouTuber 你可以找一段 比如說我們找那個 五月天好了 我也不知道會找到什麼歌 來點下去 好假設這一首 我就把按著 我就把這個 按著 我看一下 拿出來 有沒有拿出來了 你看看你們的有沒有出現 有 有對不對 那老師 有老師來決定 這個 我要放多大 好 這樣子我們看一點點五月天在這裡 好 但是我要怎麼播放 你看我現在在點擊它 我可不可以直接點這個播放 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等於是編輯模式 所以你看下面這裡 你們看一下 在最下面 這樣看不到 在這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像 簡報的那個播放 投影片那個播放 我按下去 表示變成所謂的演講模式 在這邊叫演講模式 當我按到這個之後呢 我這個 有沒有發現我的網頁變成可以用的 YouTube影片變成可以用的 你看我播下去喔 你們那邊看不看得到 有沒有老師可以同步跟同學一起看 好 看到這裡就好 因為在錄太多的話會侵犯版權 所以我們跳一下 因為這裡不是我們上課的重點 對不對 所以我們馬上跳到這邊 有沒有你們放 畫面跟著老師一起跳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想要開放你們自己看的話 我就怎麼樣 這個地方 現在 我已經切換成演講模式了 我把全線開給你 就是我的白板全線開給你 你們看看 你可不可以播放YouTube 你有沒有感覺 老師非常人性 因為 每個同學有自己不同的 看影片的進度 你們看的 感覺跟我沒有關係 因為是你自己打開來看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我們說 我們上課的時候 同學我們先 看一段影片 待會我們一起回來討論 這樣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 因為同學不會看到別的影片 以前的方法是 你要給他一個連結 或是告訴他 同學請搜尋哪一個關鍵字 你自己去看 但是我不知道你看到什麼 沒錯吧 有些人都跟你講 老師 我怎麼看的跟你的不一樣 這種還算好的 會提出來 通常 沒有找到的都不講話 對不對 好 那 現在 同學已經看完這段影片 我們要一起討論 我們要分組討論 來你看一下 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分組的功能 按下去 我們目前 目前我是分成兩組 就預設他分成他 那最多可以分幾組 可以30個 因為我們這個雲端教室 他基於網路的 資源的關係 我們如果是Windows版本 沒有連線數的限制 但是這個雲端的數位教室 最多30個 超過30個就進不來 所以你說他每個一組的 就是分成三次組 那我現在分成兩組 好 那我怎麼知道你在哪一組 他是隨機分的 那我也可以怎麼樣 按著他 你看喔 我這裡 我們這個 我先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 有沒有這樣兩組 所以 今天如果要把這個人 等命這一組 我把它 按著 有沒有可以丟到另外一組 你可以像這樣 就是老師也可以手動分組 也可以隨機分組 好 現在我就要開放大家 個別討論喔 那怎麼個別討論 因為你們會有個別的白板 來我按下去 這個地方 在左下角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個這個 現在這個是老師講點 那我把它按過來 來你們看一下你們的白板 有沒有感覺 變成一個空白的白板了 已經不是我的囉 那你們可以在那邊討論一下這首歌 看看剛剛有沒有認真看 剛剛到底是五月天哪一首歌 請寫出來 寫不出來的 表示剛剛沒有認真 有沒有 那我怎麼知道同學討論的情形 你們看一下 看這裡 我可以切換喔 老師可以去巡堂 有沒有 但是現在巡堂比較簡單 按一下就巡了 來我按一次給你看 你看 喔 還不錯喔 有的兩組都有人答出來喔 有沒有 表示兩組都有同學有認真看 有沒有發現 第一組 第二組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看到的 你剛剛可能是這一組的 這樣有沒有看到別組的 有 所以 假設我要看這一組 好我現在討論結束了喔 來點一下 我先把畫面切回來 各位 剛剛你是第二組的 有沒有看到第一組的畫面 有沒有大家現在都統一 那我老師就來這邊講 很好 有標示組別 因為老師會忘記 好 這個答對了 OK 100分對不對 好 你們是不是都馬上看到同學了 以前我們的方法是 我要得下去 然後再幫你拍起來 黑米豆腐這樣很累 這樣是不是很快 那如果我要開放 大家針對 第一組的 來做討論 我就把這個權限 再開放下去 你看看你可不可以編輯 剛剛你在第二組的 有沒有可以在這裡寫 有沒有感覺到他的方便 這邊的地方 就是我們今天如果你在一般教室 也可以做這樣 當然這個地方 比較建議大家 是用電腦 或是平板 因為用手機 老實講 這個畫面這麼小 你要他討論大概也很困難 但是我們電腦教室 或者是 現在不是有那種行動學習嗎 行動學習有的學校不是有準備那個平板嗎 也可以像這樣子啊 你有沒有發現我也沒有裝APP 因為就上網而已啊 所以你不用擔心那個設定的問題 好 那這一組討論完了 老師全線要先收起來 好 我們來看第二組的 第二組的 在這裡 有沒有 我現在切過來之後 你們全線是不是要收起來了對不對 好 第二組的 也不錯 也可以 但是沒有寫組別 所以 這個扣十分 開玩笑 就像這樣子 那如果我沒有開放全線的話 那麼 你也不能寫 這樣了解吧 所以 你會發現說 這樣OK了 好那我現在就回到老師的囉 來再點一下 你看老師的白板有沒有還在 很重要 老師白板要在 不然你還在重慮叫進來 我們又可以繼續上我們剛剛的內容的 你看我們討論完了 這樣子 我們在教學現場 或者是遠距教學 老師工具就比較多了 所以老師到底你要用 雲端的 數位教室還是要用白板的 隨便 糟糕上完這裡 大家都不想要用綠幕了 有沒有感覺我們 兩天上下來 把這一整年遇到的問題 解決了不少 所以原來 一整年用兩天就解決了 所以其實真的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 把這個 工具呢 又催生出來 其實說真的 剛開始他們推出來的時候 真的 沒有 很好用 可是因為大家一直建議建議 他開放了 那大家就給他一些回饋 他們董事長 朱董事長也真的很認真 我那時候在網路上 朱董事長要加我朋友 我們會以為遇到詐騙集團 怎麼會有一個公司董事長 這麼大的公司董事長 會加你朋友 你會覺得怪怪的 因為 網路上的這些老師 都有一樣的疑惑 所以說 可是他真的很認真 他願意 就是說 投入這些資源去改 那他的這些工程師團隊 都在台灣 所以 剛好疫情只剩台灣可以活動嘛 他們就很認真 從北到南 就把很多老師就找過 然後跟他請教 然後大家也開始用了之後 慢慢的有一些回饋 又更多 功能就加進來 所以現在慢慢的就越來越好用 這個是 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 這樣OK 那 對了 剛剛那個錄影在這裡 他也有錄影功能 雲端也有錄影功能 底下 那如果說 你想要拍你的畫面 也可以 比如說拍老師的那個 那個 座面上的畫面 你可以拍了之後再放進去 這樣也OK 那顯示老師畫面 我記得是在右下角 在右下角 點下去 好 一律允許 完成 好 允許麥克風 允許相機 我知道為什麼沒有 因為他又抓到跟我這一台一樣 如果是你們的 在右下角這邊 按下去 他就會出完 那老師的畫面會出現在哪裡 我這個先關掉好了 先把它關掉 來 再打開 真的不想讓我用 好吧 好吧 不能用就算了 但是老師應該知道意思 就是說 當我們這樣開下去的時候 在哪裡 在這裡 舉手跑出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我開資訊的話 舉手就會跑出來 因為沒有看到老師 所以不能舉手 這樣老師 有感覺了吧 OK 所以我們這兩天 可能 就是 主要的 內容 大致上就先上到這邊 OK 謝謝 謝謝 謝謝